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要进行内部比较 选出镶嵌部下季的独打产品 小余总 你也给点一截 好 那个 我说两句 这次 咱们内部征选的优胜作品 会纳入咱们会心系列 下季新品系列当中 然后一并推出 一会儿 大家认真地把自己的设计理念 跟小余总好好说一下 小丽 从你开始 这次设计方案呢 我设计了三种不同的设计方案图 请大家看一下 高杰 你别发了 今天这个会议你也参加一下 学习一下 小余总 经过我们大家的初步讨论后呢 我们挑选出了这件产品 这件产品呢 我们改变了 平时熟练的那种扁平式的设计方案 我们呢 设计了一款立体的新型化队 这个挂坠呢 挂在手链上 无论你从任何一个角度看 它都是一个完整的掏心 这个概念 还受高慧小姐的启发呢 你们啊 还是要被我骂一骂才能出成绩 小余总 你来评价一下吧 手链的挂坠 确实别出心裁 真是重量级的设计 真是重量级的设计 你四厘米直径的挂坠 不算宝石 已经很重了吧 成品打印出来要二十克 你考虑过重量吗 这个 你是要给顾客举亚铃吗 我们的顾客需要的是物美价廉 简易穿戴的手链 你二十岁的时候 会买这种手链吗 董事长要看惠心系列所有展品 到现在 一个打药都没做出来 连我都收到厂长的投诉 你们怎么回事 那个 余总 是这么回事 因为现在嘛 大家都忙着这个 夏季新品的系列 都忙着设计 所以那边就 当我了 设计部门 不单单要画出漂亮的图纸 你们还要盯着自己的成品完成 以后谁设计的作品谁去盯 是 听不听见 是 好的 我要下周看到什么 我倒要问问你 你工作到底做了些什么 我让你去盯工厂 结果呢 样品在哪里 是设计上的 我的设计不会有问题 有错的只可能是你 还有工厂打药的工人 告解我给你三天时间 如果三天时间 样品还不出来 就别来公司了 好的 我再去和工艺师 好好沟通一下 尽快让工厂完成打烊 你记住你今天说的话 如果三天之后 样品再不出来 你知道该怎么做 如果无法按图纸做出样品 我当然知道该怎么做 好 没关系 上面的工作 工厂那边有点事情 所以我要早一点出去喽 我以为找个女朋友跟我一起上班 谁知道 她上班比我早下班比我晚了 那当然不一样了 你是上级 我是下属 怎么可以和你作戏一致呢 那你记不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什么日子啊 什么日子啊 我的生日 早就过了呀 你的生日 也还没到啊 相识纪念日 也还没到啊 那到底是什么日子啊 是我们重逢一百天的纪念日 哦 这你都能记得呀 我当然要记得了 这么重要的 你脑子里只有不足 嗯 我做了 那我下次会在手机里设置一个提醒 保证两百天的纪念日 我一定会记得 好了 去吧 但是啊 今天晚上就是下班 把时间给我留出来 好了 我真的要走了 晚上见 嗯 晚上见 你呢 哦 我先来 有点儿 这个好 你呢 都有点儿 我先来 我先来 你呢 我先来 这上头固执的任务 我们也很为难 打烟如果出不来 这锅到最后不是还是我们背吗 所以你们不能坐以待毙 应该把问题反映给上级 让他们都知道 打烟不出来的责任 应该是在谁那里 我倒是想 给我找谁说去啊 我有个建议 去找董事长申诉 我本来只是想让王军找董事长申诉 这样就可以按我的修改方案来做 可是工厂怎么会闹到停工这么严重 现在这件事还连累到了余志 害她被董事长责备 我该怎么去跟她解释呢 我该怎么去跟她解释呢 下班后将编辑好吗 下班后将编辑好吗 好 高杰 高杰 你可真厉害 方案修改得那么好 董事长那么挑剔的人 可都夸你了 没有了 我就只是提了一个小小的意见 别谦虚了 董事长可都清点你主控这个项目了 以后你还不是平步青云 对呀 我们都得靠你呢 高杰 恭喜 恭喜 没想到 你居然能让董事长亲自为你说起来 看来咱们这公司真是出了个人才啊 董事长只是为公司的项目考虑 叶总监你想太多了 干活干活 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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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师最终看的还是水平 而不是有谁支持 高设计师说得对 一切还是要回归设计本身 就算有董事长支持你的新方案 是不是真的合理 也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 我很期待你的成品哦 我很期待你的成品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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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